手机玻璃 不锈钢边块 划痕修复套装 美工纸 喷水瓶 玻璃 抛光膏 钻石膏 没有钻石啊 手机屏幕输油层 里面有擦拭布 没啥效果 一个抛光纱纸 三只抛光棉轮 这里面是不锈钢边块的 眼镜布 擦银棒 绿色面打磨 白色面抛光 这个白色面看来比较细 两个 金属抛光膏 打磨砂轮 抛光棉轮 还有一个变压器 12V 打磨机 接下来咱们分别测试一下 首先用这台150元收的7plus 之前发过视频 被我修好了 测试一下屏幕修复效果 然后再用这台苹果X 测试一下金属边框 修复效果 这台是去年在淘宝买配件组装的 可了一台祸祸吧 我有点舍不得 先测试屏幕 特意去买了个砖头 测试一下 OK 非常的滑 这个下手有点重了 接下来是打磨 钻石膏 这个泡光轮呢 需要用水泡一下 好 挤上泡光膏 开机 中间需要快放 所以给大家开个秒表 10分钟 暂停 看一下效果 卧槽 屏幕炸了 被我按炸了 对比一下之前的划痕 对比一下之前的划痕 还是有点效果 再来一个疗程 继续 一共20分钟了 好 看一下效果 变轻了 继续 累计30分钟了 电机烫手了 这个划痕明显是变少了 刚才我下手太重了 再来 又磨了半个小时 现在一共打磨了一个小时 打磨机呢 已经非常的烫了 我的手呢 非常的麻 一直麻到脚面 整个桌子上 甩了好多的打磨膏 咱们擦一下 看效果 整个屏幕被打磨的 坑坑洼洼的 但是划痕小了很多 这一刀是裂痕 对比一下之前的效果 打磨呢就到这里 接下来咱们抛光 换上大轮 玻璃抛光膏 抛了大概10分钟 好 最终效果 这个打磨过程呢 非常的辛苦 早知道这么辛苦 我找块小砖头好了 对比一下修复之前 这个效果呢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唯一的遗憾 是我把屏幕弄坏了 接下来咱们测试边框 修复效果 这个iPhone X的边框呢 是一用级不修钢 还是让它和砖头 亲密接触一下 选择这个位置吧 已经留下痕迹了 感觉问题不大 咱们直接打磨 先用刷纸棒 1500目 好 打磨完成 接下来还用抛光棉轮 金属抛光膏 感觉跟玻璃抛光膏差不多 都是白色液体 抛光完成 可以看出这里还有痕迹 我闻得太狠了 最后一步 擦银棒 白色面抛光 这个需要手动了 坚持10分钟 好 抛光完成 这个光泽呢 还可以 但是 之前的打磨不够深 还有在砖头上的划痕 但是总体效果呢 还可以 正面是原机效果 正面是打磨抛光的效果 已经凌晨13分了 总结呢 还是有效果的 相对于我去年买的手机碎屏修复液 强多了 但是非常的费力气 最后不建议大家在自己家弄 甩了一桌子 衣服上也有 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 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